高雄日前才接到通報 新冠肺炎確診者五十多歲的長榮機師 案一六一一九 曾經在八月二十一號 有高雄足跡 高雄也禁止非同住者 群聚打麻將 不過警方就發現有民眾違法拒賭 看到警察到場之外 除了屋主之後 一行人都躲到屋頂 最後還是被醫法查獲 依法告罰 警方來到店家的二樓檢視 發現屋主還有一桌排列好 卻沒有人在打的麻將 屋主眼神閃爍 警方只往樓頂找 警方到達頂樓一一找出躲藏的民眾 疫情二級警戒期間 高雄禁止非同住者不必要的社交聚會 不能打麻將 尤其最近全台疫情都因為機師染疫 一度緊繃 高雄也有五十多歲機師 案一六一一九的足跡 市府針對足跡全面清消 卻還是有人違格群聚 警方現場發現包括屋主在內兩男三女 雖都有戴口罩 但沒有配合進黨麻將的規範 通通開單 預估總金額最高可罰到七萬五千元 記者王庭 許正俊高雄報導